七十多歲的阿嬤 住著拐杖準備回家 這時間點是傍晚五點多 天色為暗 阿嬤轉頭看看鄰居家門口 沒有想到兩隻傲犬就衝了出來 阿嬤被撲倒 被電線桿遮住的那幾分鐘 阿嬤被兩隻傲犬輪番攻擊 直到人虛弱不能動 當時巷弄中空無一人 十多分鐘之後救護車抵達 阿嬤企圖揮手求救 沒有想到遭遇到第二次攻擊 目睹這一切的壯丁鄰居們 真的是好震驚 想盡辦法要把傲犬給引誘開來 沒有想到偶犬的目標轉移 衝向落單的洞保處人員 把人給撲倒發動第三波攻擊 幾乎是整條巷子的人都出動 鐵片棍子拿著防身 當場已經有兩人受傷流血 大家心急如焚 看看被偶犬攻擊的阿嬤 被送上救護車的時候 他雙手有啃咬傷口 頭部也有撕裂傷 讓人好不忍 這起發生在二十八號的意外 老夫人傍晚五點多要回家 距離住家二十公尺 被傲犬攻擊 過了十五分鐘 這戶人員抵達他二度被咬 隨後趕到的洞保處人員 束手無策 整個過程兩個小時 四組的女兒先回家 才帶走傲犬 面對記者詢問 傲犬的四組 僅表達不知道要怎樣面對鄰居 他說四樣的傲犬 接近半個人高 張嘴嘶吼的同時 也看得出來沒有細繩 沒有嘴套 二零一五年登記四樣 這樣的攻擊性犬隻 衝出家門咬傷人 四組就得面對 疏重過失 發單最重十五萬元 傲犬咬傷兩人 老阿嬤還要開刀 攀高跳躍障礙物 訓練員帶著斯坦福鬥犬 進行日常訓練 聽指令趴下 還是忍不住躁動起身 模樣貌似比特犬 超猛爆發力 不只容易傷人也不好養 還有高山拳四組坦言 的確曾經不小心受傷 我放到風雨裡面去跑 他很興奮就跑過來撞我一下 我就摔倒了 不建議說像這種 比較大型的狗 帶到人多的地方 儘量要做到就是說 保護我們自己的狗 也保護到別人 養大型犬難免人減了害怕 更別提被政府列為 具有攻擊性六大犬種 包括體格壯瘦的比特 日本屠左犬領域性強 兩種都是鬥犬 再來是阿根廷杜告犬 是嗅覺靈敏的獵犬 還有在臺灣 鮮少人飼養的扭破利盾 巴西非勒犬 當然不能少了地獄性強 忠誠護主的藏鴉 若民眾真的在外遇到 這類犬種該如何防身 不要跟他四目對接 然後趕快儘量遠離就對了 熬犬他比較有領域觀念 幾米範圍儘量不要去 touch到 就連專業人士都說 沒有護具的情況下 任何人遇到都是先跑再說 除此之外四主帶出門也有規定 否則開罰 以1.5公尺神鏈以成人來牽引 並且佩戴那個透氣的嘴罩 任何一項的部分 是有可能被罰3萬到15萬 護具沒準備好肯定開罰 若真傷到其他人 四主除了賠償之外 導致他人重傷 也得吃上刑法罪重30萬 只能說愛狗養狗 也要負起訓練責任 三例新聞連貫至 吳慧山高雄報導 治療只是路過要回家就被攻擊 老人家恐怕得花好久的時間 才能克服心靈恐懼 三例新聞王少宇俊榮 台南報導